我們要問問看 因為我們要新建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原本今天衛福部長陳時中 要進入到了衛環委員會備詢的 但是在今天早上8點鐘 他打給了趙偉陳玉珍臨時請假 就是因為疫情又生變了 華航的機師疑似又新增了一個確診個案 會在今天下午同意 由指揮中心這邊來宣布 但是也因此 陳時中還有交通部還有華航 現在是緊急開了會 所以他才告假 但是我們想問一下委員 你剛剛在這個質詢交通部的時候 他們對於整件事情的掌握度 現在怎麼樣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 已經事發快兩個禮拜的時間 諾夫特事件現在造成 如果說連這個機師的確診 也確定的話就是32例的病例 32例真的已經是我們現階段來講的 一個很大的防疫的挑戰跟破口 但沒想到到目前為止 我們相關部會的首長 好像還是一問三不知 或者是互相的推託 我先講剛剛交通委員會 我質詢的最新的部分 交通部長王國才我特別問他說 到底諾夫特有兩個館 一個是二館一個是一館 當初申請二館變防疫旅館 一館還是觀光旅館的時候 可是發現一館的七八樓 是有做這個外籍機組員 跟華航的防疫宿舍這樣子來使用 但是到底有沒有做和可有沒有確認 王國才先跟我們回覆 信誓旦旦還講說沒有 沒有外國機組員住到一館的七八樓 馬上我就問說真的嗎確定嗎 後來旁邊的民航局長就小小聲跟他講說 有啦有做一館的七八樓 有做外國機組員的這個居住使用 所以我們就說連事發兩個禮拜了 到現在到底二館一館 怎麼樣來分作使用 都還沒有辦法掌握 這樣子是不是真的是 讓大家覺得太誇張了 我當然講說王國才部長 你是高高的部會首長 你可能管不到那麼細 但是民航局有沒有相關責任 華航有沒有相關的責任 諾夫特有沒有相關的責任 以及桃園市政府有沒有相關責任 我先一個一個釐清一下 就知道今年的二月疫情指揮中心 就有接到民眾檢舉 二月的時候就說一館的七八樓 是有混住的 那時候疫情指揮中心 只有發函給桃園市政府 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去好好的偵查釐清 而民航局也在今年的三月 有看到相關的資料 就說一館的七八樓是有混住的 當時民航局也認為說 這樣子是不妥 所以民航局也要求 觀光局也要求諾夫特的一館 如果說你七八樓要做防疫使用的話 你也要申請防疫旅館 但是都沒有持續的追蹤 也因此當四月真的爆發 諾夫特事件的時候 才會發覺說 互相幾個行政單位都互推皮球 互相矛盾 這一點我們真的覺得是沒有辦法接受 而剛剛不管是華航 不管是這個諾夫特人沒有來 但是民航局不管是觀光局 不管是交通部甚至衛福部次長 其實也都是一問三不知 到最後推給就是兩個人 一個就是華航 因為華航你自己要住的地方 沒有好好的確認它是不是防疫旅館 而你們就入住了 所以開罰 另外一個就是諾夫特 諾夫特你沒有好好的做 可是我們要說諾夫特一個飯店 它就可以如此滋手遮天 把原本不應該變成防疫使用的一管 七八樓就變成是防疫使用 那其他的相關督導單位 或是行政單位難道沒有責任嗎 所以在這件事情裡面說真的 剛剛十分鐘的時間 大家官員互相的來去推託 我覺得說連現在發生兩個禮拜了 都還沒有辦法確實掌握 也無怪乎今天陳時中部長 他突然本來要來立法院 卻到最後又回去開會 我們真的希望行政部門好好幫我們確認一下 到底這個破口有多大 有多深有多廣 而如果說沒有辦法 及時的補助這個破口的話 國人的安全以及疫情的防護 我們真的非常擔憂 委員你剛剛講到的是一個公文 居然可以中央再提給地方 地方再提給中央 甚至還提給諾夫特他們本身 可是員工其實在二月還有民眾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示警了 想不到現在第一個桃園 他們當然認為說是中央在管的 好這個我們就不要再管事情的源頭 我們現在要守住 那諾夫特他自己喊出說 他希望在17號可以重新恢復營運 但是這是他們自己單方面喊出來的 剛剛衛福部最近說法 他們是說他們不確定 那另外呢其實包含了中央這邊是希望 兩管都可以作為是防疫旅館 但諾夫特希望在二管 可以作為是華航的機組人員的防疫的旅館 你自己怎麼看 我自己現在看起來 諾夫特真的不應該再有時間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到底這個洞有多廣多大 我們都還不清楚 而且你真正回復成不管是營運 你是防疫旅館或是觀光旅館 重點在於是什麼 重點在於是你有沒有辦法落實 我們先看今天的蘋果日報 一項30塊7-11可以買到的簡便雨衣 穿了就再去做送餐 這樣不覺得太過兒戲嗎 再者還有爆發是說就是 互相的混珠的一個狀況 混珠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先講的是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好好的釐清 到底這一次的事件 所有的管理層面 以及行政督導層面有多麼鬆散 以及大家的權責要相符 確認之後你再來講開放 否則的話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承受再一次的風險 另外一個部分其實到目前為止 到底中央跟地方 大家是互推皮球習慣了嗎 我真的很看不慣所謂的公文文化 尤其是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防疫就視同作戰 作戰就是要兵貴神術 結果沒有想到 我們在這一次諾富特事件之後 發覺2月被檢舉的時候 中央發文給地方 地方發文給諾富特 諾富特再回文給地方 地方再回文給中央 還有觀光局交通部 跟發文給民航局 民航局發文給華航 華航發文給諾富特 諾富特再回來 或者是觀光局發行給諾富特 好 我講那麼多 我只想告訴大家 你們都在玩公文旅行的遊戲 你們都在玩紙上運動的遊戲 你們完全沒有考慮到說 實際派一個人去現場查 有那麼困難嗎 實際派一個人去現場了解 有那麼困難嗎 實際派一個人現場去督導 有那麼困難嗎 過去不管是台鐵的事件 不管是現在諾富特事件 不都是紙上的作業審核 沒有問題 紙上都有寫都有提到 都有規定 可是真正現場就是沒有 一樣的道理 如果說這種文化不改變 這種文化還是得過且過 還是公文旅遊 反共我有發文就算數了 那這樣子怎麼民眾可以相信 是說我們有落實的去做督導 那最後我只在補充一個 就說不管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防疫旅館是不是分樓分城 這件事情報紙報導講說 去年8月疫情指揮中心 開了一個會 而召集了不管是六都 不管是縣市代表 共同來討論 就是說防疫旅館 能不能分城分樓來做使用 當時六都的代表 其實都表達明確的反對的 可是卻到最後 疫情指揮中心還是通過了 我也剛剛在詢問次長 到底誰通過的 而該負責任的人 我們一個也不能讓他放過 非常感謝委員保護時間 謝謝 謝謝 嘗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